潘兆平議員 代理主席 首先,適逢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6週年 我十分感謝劉業強議員提出的議案 討論紀念抗日戰爭的相關政策建議 就推動抗日戰爭歷史的議題上 我已經在議會上議議員議案 以致在2012年的僱傭修訂條例草案法案委員會上 要求政府將9月3日把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 列為法定假日 香港有基於傳統、基於尊重不同的宗教而確立的法定假日 但對於抗戰勝利 這個關乎整個中華民族興亡的歷史 卻沒有法定假期紀念 我認為是難以接受 這個也是我一再要求 把抗戰勝利紀念日列為法定假日的原因 古語講 以史為鑑 可以知輕題 學習歷史是培養青年人認同中華民族 熱愛國家的重要的一環 而透過將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列為法定假日 正正是鼓勵市民去參與紀念活動 例如如議員議案提及的參觀紀念館或抗戰遺跡等 認識國家歷史 提升民族認同是一個最好的機會 另外 正如我早前在議會的議員議案也提及 將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列為法定假日 並不是把歷史的新仇舊恨重返一片 製造更多的仇恨和敵意 而是讓參戰各方 共同面對戰爭的罪惡 深切反思 領會和平和生命的可貴 紀念無數在戰爭裡失去生命的同胞 讓香港青年的一代 重新認識國家民族的機會 為我們飽受戰火 不屈不撓的祖父輩感到自豪 亦因為中國人的國民身份而感到驕傲 大主席 把9月3日列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 定為法定假期 源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曾經在2014年 將9月3日 確定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後 特區政府亦自該日起 在香港舉行相關的官方紀念活動 並曾在2015年適逢抗日戰爭結束70周年 中央政府宣布該年9月3日 全國放假一日 讓人民參與各地的紀念活動 當時 香港政府亦響應中央政府的做法 將該日定為一次性的 特別的公眾假期和法定假日 但紀念日為何只是一次性的特別假期 而不是持之以行的政策 讓全港市民一同參與 最後 我希望大家支持我的修正案 透過增加一日的法定假期 讓市民參與和感受抗日戰爭勝利紀念的活動 真正認識國家的歷史 從而增加國民身份的認同 更因中國人的身份而感到自豪 主席本人感知陳詞 主席本人感知陳詞 明珍 詞 明珍